今天9月29日,晚上,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丹正赛,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拉开帷幕,接幕战。 由2017年网网冠军奥斯塔彭科迎战来巴里科巴,首轮上演美网半决赛9月28日,女丹正在抽签仪式举行,现场不仅邀请了包括奥斯塔彭科在内的三位WTA球员,还吸引了大批球迷捧场,装满球员号码的抽签来,就是金灿灿的中网女丹冠军奖杯。 经过现场官员、赞助商、球员和中网幸运球迷代表轮番筹签,中网女丹正在签表对阵出炉,登顶世界第一满一年的哈勒普,将作为头号种子出战。 从前表来看,首轮最引人注目的对决,当属新科美网冠军大阪纳奥米和去年美网亚军凯斯的再相遇,在今年美网半决赛中,两人刚刚交手过一次,当时大阪纳奥米以大比分轻松取胜。 在美网决赛后,大阪纳奥米没有休息,而是回到东京参加了范太平洋公开赛,他在杀进决赛之后不敌杰克名将普利斯科娃,近期的十连胜中止,不过他仍是中网女丹冠军的热门人选。 王强得到特别关照今年中网,将有五名中国金花参加女丹正赛,王强因为打入WTA武汉战四强,得到了首轮轮空的待遇,这也是中国球员头一回享受这样的特别关照。 王强今年中网出战正赛的本土选手有王强,正赛赛,张帅,王亚凡和段盈盈,在上半区,十外卡出战的正赛赛手,轮面对资格赛选手,同样以外卡选手身份出战的段盈盈首轮,就要对阵进来状态不错的齐波尔科拔,若两名中国金花首轮军取胜将在四轮相遇,张帅首轮对阵15号种子,比利时选手梅尔腾斯, 落入下半区的选手王亚凡,首轮的对手是未免冠军加西亚,作为目前排名最高的中国女单球员,王强虽然在武汉战半决赛遗憾止步,但他已取得了中国球员,在该赛事历史上的最佳战绩,王强在中网首轮轮空后,他将在四轮面对接木战的胜者,中网将决定WTA总决赛席为中网女单的签表,之所以牵动球员的心, 是因为1000个冠军积分太重要了,重要到也许能决定哪个球员,可以搭上通往WTA总决赛的末班车,临近赛季末,中网公开赛已是不多的争取高积分的大赛,兑现排名5至20位的球员来说, 如果能把握住中网的机会,就有可能直通新加坡的WTA总决赛,奥斯塔朋克当金女子网谈,球员们的差距在变小,相持起来实力不相上下,比如在近两年的大满贯争夺中,奥斯塔朋克,哈勒普,沃兹尼亚齐,斯蒂芬斯都拿下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冠军, 美网更是见证了20岁的大坂纳奥米击败小威夺冠,名将科维托瓦表示,年轻选手正在崛起,让中网争冠形势变得扑朔迷离,不过对于球迷来说,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变化和惊喜,也许今年的中网女单决赛,就会在两个出人意料的球员之间展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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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